长长的20年后 Suzuki公布了新DRZ 谁开心跟我说 哦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爱DRZ呢 不像以前现在的黄牌选择这么多 怎么老DRZ还是这么的保值 DRZ是很快乐的一台车 重量虽然不是经济车的那么轻 但跟其他公路车比的话就轻多了 400cc单缸引擎扭力够大 瞬间加速感会让你兴奋 不过高转也没有多弱 可以骑快速道路没问题 最大优点应该是悬吊 跟当时林木的经济越野车RMZ一样 还有离合器也是接近经济车 所以可以一直扮离合也不太会烧 越野能力真的是高 这样这台车在美国成为了一台万能车 代步车 领导车 ADV车 滑胎车 越野场地车 都能当 油箱加大 持比加重 一电加厚 就是一个很棒的 阿波便 下旅游车 那如果把一些东西拆掉轻量化 避震调整硬一点 也可以拿DRC来飞跳台 没问题 而且这台万能车非常耐用 保养又简单 老DR系列是从1982年DR50开始 林木确定了跟本田的XR还有XL越野车系列比 目的 做出一台单纯很实用的领导车 因为单纯所以问题不多 零件虽然不是经济车等级 但品质高 DR-250算成功的一台车 所以林木1990出了新版本加大缸DR350 跟道路合法DR350S 130公斤 30匹马 可调悬吊 没什么会让你很兴奋 但也没什么会让你失望的一台很够用的领导车 刚好2000年 Suzuki出了全新DR系列的DRZ400 车台 引擎 悬吊都跟DR50或350不一样 但还是保持了那个好品质 实用的领导车精神 那你们在台湾最常看见的DRZ400 就是2005年出来的SM滑胎版本 那时候DRZ总共有三个版本 滑胎SM 道路合法领导S 还有不符合马路规定 马力比较大的E版本 可是在台湾DRZ变流行的原因不像美国 而听说是因为中机合法化后 黄牌就只有两个选择 CB400跟DRZ400 那CB400早一点就被其他比较新的车取代 但是DRZ400都还是没有对手 你说CRF300L 但比起来CRF真的弱很多 马力悬吊零件品质都比不上 问题是因为DRZ在台湾已经没卖新车很久了 所以二手车也都很老 谁敢买 现在大部分车行应该也没办法帮你调整DRZ的画油器吧 那最近的好消息就是Suzuki发表了新款DRZ DRZ粉丝等这一天等了好久 新DRZ有什么新的呢 先从大的开始喷射系统 马力虽然没有变大 其实好像少了ET 从39变38 不过一公升油 可以跑34公里 比老DRZ多58 下一个大进步就是电控跟ABS 有三个模式可以选 这堆越野新手非常棒 如果骑到了一个很滑的地方 选比较弱 比较温柔的模式 就会有比较多抓地力 但不用怕电控可以完全关掉 让你后轮快乐的滑 ABS也可以关掉 滑滑的下坡不会插不住 那下一个大差别是悬吊 老DRZ是跟当时的经济车 RMZ一样的 Showa前后避震器 那这次他们用KYB全可调的前后避震 但我好奇是哪一个KYB前叉 如果是AOS系列 就跟YAMAHA的WR一样 超级赞 这样我相信新的DRZ可以继续当万能车 整个车好像变了稍微重一点 加好油的重量是151公斤 再零到跌倒就会辛苦一点 一电高度也不低 920mm 比CRF300高40mm 那滑胎版本应该会低一些890mm 还是对比较矮的人没那么友善 那外表就是学他们现代的RMZ 只是加了一个我个人觉得有点丑的大灯 啊但也可以接受 最可惜的是引擎没有加第6档 老DRZ的最大问题就是 如果换了零到用的磁笔 在快速道路会变很不好气 要一直拉高转超麻 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所有档位的磁笔 搞不好他们把5档加中了 也是一种解决方式 不然加6档你要整个引擎重设计 车价格就拉高了 所以新款DRZ该不该买 就看价格吧 车我相信很好骑 他刚好在低阶CRF300 跟高阶的WR450的中间吧 就是很空的一个市场位置 价位适当的话一定会卖的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如果想支持老爸 可以加入我的Patreon会员频道 那边会有一些翻译好的越野教学 也可以来我的虾皮买帖子 连结都在留言区那边 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给 还没买越野车的朋友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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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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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